第四週講骨架的復慰 會介紹一些基本的 生命運作原理和神經的分布 會強調骨架端正 對我們到底有什麼重要 有了這第三、第四週為基礎 第二週 我就要講氣感的部分 各位平常有在靜坐的請舉手 有在練氣功的請舉手 來,各位,你不要做這樣的動作 這樣有一點點麻感、磁場作用的感覺的人請舉手 很好 如果有這樣感覺的人 你要靜坐換 學太起就比較快 然後我在第二堂課不會介紹 氣場的感受 感應力 感應力只有抹線才有而已嗎 還是每個人都有 在第二堂課 所以各位 你如果要體驗那種感覺 下一禮拜你就不要缺課 每一個禮拜都會有一個誘惑你來上課的那個 因子 所以第二堂課還會再強調說 太極群的益處和靜坐和太極群的關係 那再來 第五堂課經過調整 今天調整就會讓各位 好好佩服我介紹的功 這邊有認識滿靜寶寺的請舉手 有認識滿意寶寺的請舉手 有認識妙樂寺的請舉手 只有我認識三個 這三個 滿意寶寺之前 那個在 在普賢寺 然後有一次好像他腳扭到 腳扭到他 他對於這個 我要介紹的是經過調整方法是熟悉的 因為他以前去讓那個 果山老二商調整過 他知道這一套武功 確實是有他的神奇之處 所以他扭到 然後就打電話找我 他在高雄我再談 一般他如果找我都會出現 但是 碰巧不巧他打人的時候 那我的兒子剛出生 所以我也只好照顧我的兒子 不能照顧他 隔了一個月之後 聽說他還是拿個擺帳 一個月之後我剛好去高雄 我也不知道他好了沒 我就去看他拿擺帳 然後就在那一次我就跟他調整 摸摸摸摸摸摸 據說隔天他可以不用拿一個擺帳了 所以這是在經過調整 在計程室也有很多 很精彩的案例 比如鬧枕就這樣走進來了 所以這是在經過調整 大概很多人都沒有辦法 在下我也是用經過調整方法 就讓硬漢能夠恢復大概七八成 所以我會在第五堂課 介紹經過調整的技巧和功用 那很多人問說 為什麼你摸一摸會好 那問題是別人摸一摸 比如蔡總益叫蔡總益 可以摸一摸也不一定會好 那我個人覺得這就是農量的問題 那也就是我要上這輪課的用意 我以前也沒有學太極拳 我以前也沒有學瑜伽 因為只有老婆上街我靜坐而已 所以我也只有學靜坐、拜佛、跑步 這三個那個 所以才要看靜坐的課程 所以各位如果要體驗這樣 那等一下你就知道 靜坐你要好好學 然後第六堂課 我們講啃酒健康 前面講一些神奇的 讓你覺得阿浩摩不找邊際 第六堂課會把你抓回來現實 即使你練的那個什麼神功啊 太極神功啊 跟洪教練練的那麼多武功 你知道洪教練會不會生病 他也會生病耶 所以我們要跟各位講說 不可覆設一半保健問題 在第六堂課 所以前面六堂算是 如果有太極拳來講 他算是靜坐的一些基本技巧 那後面的六堂 在我看來就是心法 冥想療癒法 一個冥想 竟然也能夠幫我們痊癒 所以請期待第七堂課 有做實驗 念力實驗 很有趣的實驗 然後第九堂課會講放鬆 我們常常到試驗到道場 師傅跟你說放鬆放鬆放下放下 問題就是放不鬆放不下 進空問題也空不了 提供我們認為放鬆和靜坐的方法 那第八堂 整個這個十二堂課 不會就在強調 都為第八堂做鋪陳 我們面對死亡的問題 面對健康的問題 那聖詩二大丈夫像 他都提供了一個哲學基礎 聖詩像 又叫聖詩二大丈夫 既然大丈夫就有他的特色 那我會在這堂課 介紹我對佛陀的敬佩 所以 你看我如果對基督徒 我也是這樣 慢慢又又又打到這邊 反正讓他佩服我們的佛陀 所以原則上 這十二堂課大概綱要是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要進入第一堂課 那整個這十二堂課 收課內容是以身體健康 生命關卡為主 那我們強調社會家庭 人能素養的重要 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夠離開社會 一個不健全的家庭社會 你也很難孕育成健康的 身心和人身 就像世界衛生組織講 健康要具備三個條件 一個是身體的 我們先依選到可能是對身體的 第二個是心理的 心理的我們在第七堂 第八堂冥想療癒 我們就發現心理會影響人的健康 然後再來是社會的 所以健康要具備身體、心理、社會的完全安寧幸福狀態 他不是指沒有生病或者是身體虛弱而已 盡量秉持著教育推廣的理念 然後用科學園求生求生態度 來跟各位討論靜坐的一些技巧 和自然療法的一些經驗 那上一期 我們在社大開課是要求學員要讀書的 十二堂課要讀十八本書 沒有讀書 沒有讀書 因為我們這個課可能還不清楚 我們這個課大概 原則上一個人只上一次 我沒有收費 我只義務的服務各位一次而已 所以如果各位最後有覺得 經過調整這個方法太好了 三十二項觀想這個方法太好了 你想進入進階班 那你進人就不要敲歌 我們第十一堂、十二堂 就是要看看哪些人適合在上進階班的課程 反正我也沒有收費啊 我也沒有負擔啊 我也沒有欠你啊 所以先跟各位預告 我們點名簿到時候都會一分到我的身上 那所以我們班上 等一下要選一個班袋 班袋可能要收班費 然後買書 會建議買就是兩套 兩套到三套 反正每一個禮拜來就交換 就帶一本書回去 最後這些書 在設到的做法是 最後會留一套起來 就是放在圖書館 自己收集的圖書館 給想要看的人就去借 然後一套就 最後一節可以抽獎 就抽掉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請 各位 那個交班會買書看書 有問題的請舉手 沒有 沒有問題的 就當作各位要交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選班袋 然後他負責要買書 那上第二期這十八本 第三期我有另外再開十八本 所以總結 請你再開十五次 請記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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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